哈囉,我現在在嘉義大學的藍潭校區 我是王小沛 然後呢,帶大家來看我們學生的期末成果展 是在我們這邊,藍潭校區的圖書館裡面 等一下帶大家來看 然後後面這是我們嘉義大學藍潭校區的校園 看不太到,沒關係 好,我們一起來看展覽 這邊是展覽的入口 有一個主要視覺 末日超市,議題導向,蓄勢力創新教學 這個計畫是教育部的計畫 然後學校非常多個戲一起來做這個連展 然後我們這個展覽就是做得很像超市的樣子 有沒有看到很多學生現在在裡面看 進來看 進來看 這個 聖誕樹 用菜籃堆成的 然後我們的學生工作人員 就打扮得像超市的服務人員一樣 然後有小攤位 收銀機 等等 我要先介紹一下你 就是這個 就是策展的 我們應該怎麼稱呼總監嗎 就是 就是主要的就是我們會有這個展覽 中文系的那個陳正彥老師這樣 謝謝 末日超市的概念是什麼 譬如說如果我們是中式食農教育的話 末日就不會來 想反而我們如果都服務他的話 那末日就會真的到來 好,太棒了 謝謝 周小秀老師 嗨 對,這個末日超市的構想 主要就是發自己的 怎麼會想到 怎麼會想到 因為 一直希望說 可以有一個主題 可以包 包含 安全糧食 安全 那 如果說一直去公告 大家故意安全 然後大家要忠實 那樣食的東西 我覺得不會有很多 不了解 或者是想看 所以想說反向來超市 那 本來有兩個想法 未來超市 還是末日超市 那其實 末日超市 所以我們好像比較有會 沒有準備很完全的話 末日嘛 很合理 然後如果說 大家來不及出來 走東西的話 末日嘛 很合理 所以其實一開始有點做搞的成分 但是還蠻感動的 就是後來大家都有 努力的讓他看起來 充滿希望的感覺 太棒了 好 那 你要不要帶我們那一句 好 這句是我最熟悉的回憶保鮮書包攤 因為我們整個民雄校區的作品 都放在這邊 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人形立牌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 我們學生的一些期末作品 然後包含一些三折頁啊 然後我們做的一些 實體書 電子書等等 這個都是學生設計的作品 然後呢 這邊有學生設計的電子書 學生去採訪了一些在地小農 然後就是做成 平板電腦電子書的形式